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五间准结 我是Vicky Ho英文 现在先和大家看看内地和本港股市的收市情况 内地股市普遍向下相征综合指数跌了39点至2854点 户深300跌了69点至3597点 深淨成分指数跌了121点至8881点 创意板指数跌了9点至1472点 恒指方面今天中午收报28437点 跌了565点 国企指数跌了214点至108883点 大肆成交有628亿 这环节又有Samuel做我们的嘉宾 HelloSamuel 你好 Hello 飞机 看到今天港股的跌幅挺大 大家都看着中美贸易的谈判 因为今天刘鹤就会去到美国 即是和美国的代表团聊天 不过聊天前 看到双方其实都你一言我一遇 隔晚其实看到中国商务部就表示 如果美国在今星期五上条关税的话 中方都有必要采取一个反制措施 而且美国特朗普也都再开刊指责中方破坏协议在先 应该要付上代价 而且他亦都说 其实加关税会令到美国的库房 每年进涨1000亿美元 看到这个情况的话他亦都很乐意 看到美国和中国的取态 现在都是比较硬一点点 比较恶一点点 其实这次会不会谈不够的机会有大逆呢 这次你说现在开始的确是有比较多的声音 就觉得这次谈不够的机会是比较大一点的 比如可能昨晚方面 你说商务部今次的发言 的确比前两天来说更加强硬的 因为一开始 你说特朗普开始就说 第一次指责中国的时候 当时中国方面的发言人就是说 这样互相指责 解决不了问题 唯有是互相合作才可以 正式出到的谈判出到来 而且当时也说到 仍然会派一个团队去美国 各方面做一个访谈的 这一样东西就变成了 那些人仍然觉得 中国有机会或者有一个诚意在 可能早上一个让步 就令到今次 最后星期五的时候 最终会谈得醒 但是你说最后今次出到来的时候 突然之间的态度也变回强硬了 也都说到 如果有必要时要打这个贸易战的时候 中国也都会做一些反制裁的行动出来 那这一样东西就会令到 整个投资气氛 或者整个市场的情绪 再去紧张或者去悲观 那你说高盛今天也是 出了一些报告 他就说 你说美国今次去上调中国关税 这个最重要的担忧 是个机率去到60% 那你说变了相对来说 之前可能都仍然是一半一半 左右的机率来说 现在市场的确是比较悲观了 那你说虽然你说 对于那三 剩下三千多亿的中国商品来说 要加关税的这个机率 可能都是两成至三成左右 那你说今次要加这二千多亿 最基本的关税来说 已经似乎变成一个base case 那你说变了现在市场来说 都仍然是 可能一是抱着官网态度为主 一是现在可能就会趁高减持左右 你说变了可能今天出到来这些数据 比如可能是CPI或者PPI 就算是好过预期都好 变了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去提 或者是再留意 你说中国方面的经济走向 因为始终如果今次三月份 打后今次的中美谈判 都仍然是谈不定的话 变了往后的日子 你说中国有机会真的要再出 更加多的刺激政策 或者是做回其他多的补贴 才叫做有条件支撑回经济大市 回向上 如果不是否则的话 有机会你说 现在的行业都仍然开始下调 那些全球经济预测 最主要都仍然是贸易恶化的 这一个最主要的问题 那变了现在暂时的市的气氛来说 基本面就不是很帮到手 变了可能都是会气氛主导多一点 现在这个位置 都仍然是有机会向下调整 你看到恒指的图方面 现在暂时你说一天再对五百多点下来 相对来说 势头已经是比较弱一点 你会见到 十天线现在也是跌穿了二十天线 这些位置 相对来说 那个跌幅也是比之前更加明显 那又变了向下调整的支持位 暂时已经叫做跌穿了二万八千五百点 那你说可能看下午方面 会不会有机会上去这些水平 那如果不是的话 亦都很大机会再试下一个支持位 那就变了你说可能回到一百天线 或者是二万八千点这些心理关口 好啊 今天其实见到 恒指跌幅这么大 很多蓝筹股都要跌 实际上 成份股里面 其实都是中移动有得升 而当中 曼洲的跌幅都最大 跌了百分之七 虽然国家统计局说 其实非洲猪瘟有助帮助猪价 但其实受到中美贸易战影响 其实曼洲都连跌了六天 看到也发现出了个报告 就说曼洲美国生猪的产出 和中国包装肉制品的业务 都或者会令到投资者失望 因为市场对于它的预期 其实是高度有些不切实际 亦都重新比起 这个沽售评级目标价 就看6.94 比起现价大概 就还有7%要跌 其实暂时来说 曼洲是不是还未止射 暂时都要看着这个价位呢 你说早一个星期看这个股份来说 相对来说 前景会是比较乐观一点 因为一来他们自己 在中国方面的业务 诸价方面的上升 就有机会 带动那些肉制品的销售价 另外一方面就是 你说美国各方面 可能多余出来的那些猪脊 有机会可以进口去到中国 填补这个缺口 对于你说晚舟在美国各方面 相对来说 占比大的业务方面 同时也有机会有一个受害在 但现在整个故事 就似乎是有少少的改变了 你说美国方面的业务 有机会暂时要可能各自 出口这方面的憧憬 同时你说可能中国方面的 诸价虽然升了上来 但都未必可以 单靠这个因素 就可以支持未来下一季的业务 你说现在暂时 贸易战都仍然是整间公司 或者整个股票 最主要的阴霾 你说看那些走势方面 都仍然会比较弱一点 所以你说 去到这个位置 如果等明天 结果仍然不太明朗 都仍然有机会向下调 你说最主要看那些位置 就会回去 之前一开始 去年 讲的贸易战时候 跌下来的那些 遗留缺口 就变了有机会 下去6.8 至6.7 这些水平 如果你说暂时 可能去到明天 都仍然是 有机会 可能拖持关税的话 就有机会 可能短线做反弹 都不定的 但如果你说现在这个位置 要做个部署的话 就的确是比较棘手一点 如果你说要指示位方面 就可能要做紧一点 两方面来说 其实有看法 都算是一半一半 但你说悲观情绪来说 亦都有机会 可以沽过股价 比较多一点 你说上升的动力 的确是比较缺一点 所以短线来说 就不会建议在这个位置 做反弹 可能有机会等到明天 把消息出来 到时才决定去走哪一遍 除了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之外 其实汽车板块 本身都受着自己的数据而影响 今天跌幅挺大 看看数据 上个月4月份 汽车销率降了1.8% 比3月的走势更惨 所以见到汽车股 好像吉利亚跌5% 北汽跌4% 长汽亦跌4% 花旗就着内地汽车股 亦出了个报告 他说内地有机会延迟出台 刺激汽车行业的政策 所以他对吉利亚 广汽等的前景 都看得负面一点 但他就看好豪华车板块 认为市场对豪华车需求 依然落贯 而且贸易战对豪华车的销售 他也觉得影响不大 所以他就上调了 华晨、北汽、永达等目标价 现在汽车股 是否还可以选择来买呢 其实现在基本上 整个汽车版块来说 相对来说 无论是买SUV 或者其他相对来说 豪华车 那个走势来说 就不会有太大分别 反而买一些豪华车的汽车股 反而买一些相对来说 售价比较便宜的汽车股 相对来说比较受惠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他们在第一季的减价幅度 相对来说可以比较大一点 变成对于一个需求来说 其实的确反而会比较吸引一点 所以你看到之前买一些便宜的车股 可能在长城方面 他们的售价比较低的时候 他们的销售额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不会太差 变成这一样东西就支持他们 之前第一季上升上来 做股值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可以带动支持他们 那方面的销售额和收入 但是你说今次刚刚出到来 一个数字就是 内地四月份的成用车销售 按年的跌幅 其实比三月份来说更加扩大了 这个数字为何要解释呢 为什么三月份当时的跌幅是没有那么大呢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当时可能春节之后 那些人的预期相对来说 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可能四月一号开始 亦都可以做回增值税的减值 那变成了现在三月份的时候 那些人亦都有一个front one 的情况 那就是可能提前买回一些车 出到来的 同时你看到那些销售商 亦都做了不少补贴 才可以支撑回三月份 一至三月份的销售额 但是你说可能出到来 一些车股的第一季的业绩来说 相对来说就不是非常理想 那你说虽然收入方面的跌幅 就不是非常大 但是我们其实看到那个盈利的压力 比起收入来说 是远远高出了很多的 其中一个要解释的原因就是 他们相对来说 做那个减值 或者是那个price discount 给那些的经销商的时候 相对来说做得比较大一点 但是同时他们自己的经营支出 都仍然是保持着在商业的水平 那你说过度的减价 或者是头一季就知道 上半年的减价战来说 都仍然是持续的时候 现在这个毛利率的问题 就开始慢慢地浮现出来 之前看车股的时候 也都是留意到的其中一个 最主要的因素就是 他们可能有机会 你说价格战和竞争持续的话 毛利率相对来说 下调对于盈利来说的压力 有机会是抵消他们之前 收入所说的提升 就变了现在这个moment 开始就反映这些数字出到来 这些车股暂时来说 都有机会去收押 你说同时可能 花旗也说到 他们预期那些刺激的政策 就不会太快之后推出台 另外这一件事 就会可能支持 你说现在整个汽车板块 收押的情况 你说同时也可能预计 那些内需或者是本地的需求来说 暂时也是随着这些刺激政策过了之后 就没有那么快可以反弹出来 之前可能说到的政策 都是比较有力少少的 相对来说 可能最近说到的 一份可能有十板子的 内地下乡或者是那些 机电下乡的这些布板来说 相对来说 里面的政策 其实比之前更加清晰 这件事是支持他们上一个月 炒到最高位的位置 但是最近 你说出回一些实际的数据 出到来的时候 就反映他们自己的基本因素 或者在那个模拟率方面 都仍然有个下行的情况出到来 那又变了你说 现在整个汽车板块 那个走势都会是偏弱一点 那可能譬如可能以吉里为例 暂时在这个估值下面 都仍然是有 叫做有一个下调的空间在这 短线来说 看图方面 都仍然是会比较偏弱一点 那你说变了 现在这个支持位 都算是叫做 轻微地跌穿了 那你说下半周来说 看守不守得住 在13.5以上的这些水平 如果不是的话 就有机会再下市一个缺口 就有机会回到12.8至12.5 这些位置 才可以再见到一个比较大的支持 那变了你说整体来说 估值仍然是有机会被人下调 好啊 谢谢Samuel这么长绝的分析 亦都和Samuel回来 有没有持有上述和报告分呢 没有持有的 谢谢 那这一期节目就差不多 稍后回来会有其他直播节目 再见